财仔快来吃多二 财仔不吃 我来帮他吃 来 让我看看 一个十分 有本事把我吃了 我就吃咋了 再说了你又不值钱 不过 对亏是你还留下了这么多的豆子 一个就是十分 这一顿 那得有多少分啊 真行啊 不仅如此 旁边还有一片五分豆 没想到 你们这些做地图的 都对财仔这么好吗 等等 刚刚什么东西掉去了 没事 像这种给财仔做的地图 老廖肯定是跑不了了 最后 绝对有隐藏的无限大豆子 对对对 旁边还有一片小蛋糕 虽然是豆子改变的模样 但难得看着比豆子香啊 一个不胜全部吃了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羽毛和喷嚏背包 我若没猜错的话 是这样用的吧 我头 飞这么高啊 这亏我不怨几号 一口就吃下了两千分豆呢 这还有一滴的绿色豆 无论是坏豆还是好豆 只要能加分的豆子 那豆是好豆子 吃完之后呢 本以为旁边还是一滴的豆子 结果却发现 浪哥 灰哥 还有挖卡和小子 不仅如此 还有你们认识的主播 马蜀和彩彩 但刚好加一是什么鬼啊 也是主播吗 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还有毛姐和奶酪等等蛋蛋主播 以及作者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没有我 矿洞 那就说明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说不定就是无限豆了 还真是不得不说呀 挖完这个矿洞之后 还涨漏一千多份的 而且还有个大钻石 那我就不干净了 还差一千分 这简单 拿上我们的箱子 来到这里 一步 两步 上来之后 这不就是些豆子吗 全部吃掉 不过这时候问题来了 豆子吃完了 还差十分 刚好是那两个掉下去的五分钟 这次朋友来自我无关啊 哈哈哈哈